我 纪谦谦 人称爵士一仙 华佗第108代传人 昆仑身上苦心修行15年 这次下山 诶 我这次下山干嘛来着 哦 对了 这次下山是要找我小时候的救命恩人 听师父说啊 他现在是骑士集团的总裁 叫 齐思明 你今天必须跟我去医院 妈 这么多年了我们寻访了多少家民意 去医院也没用啊 齐思明 现在集大家族风筝不干 集团内部也是勾心斗角 所幸的是你已经是集团的总裁了 可是 万一你倒下来 你的妈妈怎么办呀 妈 你放心吧 没事吧 安丽 开车 大爷 你们快走 三位 下来聊聊 你们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 我们 我们当然是坏人了 哈哈哈哈 你们想干什么呀 干什么 屋非就有他人权材 被人消灾吧 哈 你们别碰我嘛 我跟你们走 你跟我们走 小的也要老的我们也要吃饭 你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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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光春夏日朗朗成婚 没有恶霸的 我的好堂哥 吓死了 你怎么这么多 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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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又负费了 哎呀 是不是又放住了 你们没事吧 思敏 这个怎么发呀 思敏 让我看看 你个小企业 您能信吗 我 记千千 人称节是一些 你可别吹了 这几十前 再提上路 我 你干嘛 你干嘛 我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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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企丐 你干嘛 我 是怎么样 我感觉 全组位有的好 到了 小鸡肝 姑娘 谢谢你救了我 我为刚才的事 想你干净对不对 哎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 我人称爵士 叫我女侠就好 江湖二女 做好事 无序六女 女侠姑娘 你现在有工作吗 那太好了 正好啊 你来给我儿子 当贴身保镖 保镖 还贴身 你们城里人 玩得都这么野了吗 妈 别胡闹 谁胡闹了 你看他身手不防 而且医术精能 给你当保镖 再合适不过了 还能给你看病 妈 她就一直这时候 看你找一个女孩子 给我当保镖 你也看 哎 我还没同意的吧 我告诉你们吧 我这次下山来 是找我的救命恩人的 我才不当什么贴身保镖 哎 小姑娘 我儿子可是 骑士集团总裁 骑思明 对不起 公子少不了你的 骑思明 你是骑士集团的总裁 骑思明 骑士明 骑士集团的总裁 骑士集团的总裁 骑士集团 骑士集团 印计 那oughing 跟着骑士集团 acho 我必须 一个ّ看 麻烦 但只웅 你不起 神经 ked 妹 恩公 我在电视剧里看到过 滴水之恩当永泉相报 那就命之恩 就当以神相许咯 这么多年 我终于找到你了 十年前的事 不过是举手之劳 你不必这样 可是我要报恩啊 十年前我在过来山走 就差点饿死 是你救了我 当年我去时和我妈去寄过嘴 刚才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立方的心想 这就是缘分呀 你看 你给我儿子当保镖啊 也算是报恩了 好没问题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 就这么定了 太好了 十年了 我终于可以待在恩人身边了 我妈竟然让一个女人保护我 被堂弟知道非得笑话我 哎呀 你想什么呢 齐四明啊 你怎么在这儿跟一个乞丐乱稿 成了个皮膚啊 你别胡说 这是我妈给我请的保镖 找个娘子宝 这大哥我还真想得出来了 哎 还真是奇了怪了 你说你是这什么饲料找哪儿的 怎么一张嘴就满口喷粪啊 你 看看啊 你养的狗在这儿咬人 你也不管管 我说了 它是我的保镖 亏我 还有些给你送邀请函 什么邀请函 首付家举办了一场豪门云局的电货 届时被邀请的贵宾都会写女伴 就是邀请吧 我就不去吧 唐哥是怕找个女伴 也是 就你这个病人不良 从不给他签一个问题 不过是不想要邀请 可不是想对这种 你咋得多 你咋得多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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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千千可是崩华绝带 万人景仰的季千千啊 你说你的女孩子佳佳的 每天说话没修没骚的 算了 走吧 带你买这衣去 孔哥 你这是同意了 好了 以后别一口一口的那种叫人 以后叫我齐总 齐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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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一口 首富大人 这老头想的倒是挺周到的吧 听说你在江城混得风生水起 果然不错 啊 这个嘛 也就是个江城首富而已 首富 那个富豪云集的酒会是你举办的 是啊 我现在就是接师姐去网上酒会 过了 我已经答应了陪我恩人一起去 你先走吧 好好 师姐 那咱们网上酒会见 哎 对对了 我待会再给你一张我们王水集团仅有的不限额黑卡 还有啊 这家商场也是我们王水集团旗下的 待会啊 我会吩咐下去 有贵宾到吗 别管 什么 千金大小姐要过来盯制礼服 大小姐好 哪来的臭乞丐 赶紧出去 我们这一会儿可有神秘贵宾上门 别耽误我们做生意 我就是你们口中说的贵客 不用接待了 我自己看就行 我们这的衣服可是很贵的 弄坏了你赔得起吗 亲爱的 我可是这家店的超级VIP 都说你好好帮我挑一挑 我们家墨雪穿什么都好看 还用挑吗 原来是梁氏集团梁大小姐呀 亲爱的 你这VIP面子够大呀 嗯 毕竟是千万级的VIP嘛 哎 什么味儿怎么这么好 你这个臭乞丐怎么在这儿 再说 你都给我堂哥当保镖了 怎么还出来摇板 姐 你说你那VIP的堂哥 找了个女乞丐当保镖 可不是吗 你那堂哥 不会是常年得不到女人的关爱 空虚的连个乞丐都想上班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的 你这个臭乞丐给我滚出去 你还让这儿干什么 把他给我喝出去 哎是 我们是来消费的 没有被赶出去的道理 这其思念 年轻里装 气质不凡 你像潮文中的 年纪过多病啊 堂哥啊 你不会是和她一起来的吧 你今天晚上女伴 不会是她吧 本姑娘当女伴怎么了 我记千千拿办拿办 我不比你们这些所谓的天机 小姐她 四明啊 我选好 把那件给我包起来 好 就那件 包起来吧 这钱礼服 可是我们店的正念之宝啊 价值两千万呢 先生您确定要给这个乞丐啊 两千万 四明 花两千万给个乞丐来礼服 可不值当啊 两千万怎么了 本姑娘自己有钱 刷卡 首富家的至尊黑卡 全球只有三张 我怀疑你这张是假的 是真是假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小姐 你哪来的两千万 切走 我这张卡里 买一千件的衣服都够了 两千万 小姐 今天你能刷出两千万 我叫你帮我买一千 好啊 刷不出来 我叫你姑奶奶 亲爱的 那我可要提前祝贺你 多一个大孙女了 哈哈 你给我刷仔细了 啊是梁小姐 哎 谢总美卡 什么也出现了吗 不好 你这张破卡是假的 你这破卡识别不出来 可能啊 我师弟明明说是卡里 好不好假 还不赶紧跪下给我叫姑奶奶 媛媛 把他给我按倒 是 住住 经理你来的正好 这有个臭乞丐 拿个假卡来冒充至尊黑卡 招摇撞骗呢 您看看怎么处置 相信你狗眼居然在进入我们贵客 什么神秘贵客呀 还不赶紧把你们包起来 啊 是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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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刚是不是卡里根本就没钱 被当做数了就都要刷不出来的 不是啊 那卡是首付送给我的 他 是我师弟 怎么可能 你啊就是运气好歪打正着了 一会酒会啊少说点话 免得又忍是神费 齐总 好了 酒会马上开始了 我先带你去休息室 换个衣服 到里面等你 走吧 梁小姐今天这一生可真是惊艳全场呢 纵观这全场 还属梁小姐最美 叶总 过奖了 哟 哟 这是谁啊 连个女伴都没有就进来了 哟 各位 这是我堂哥 从小啊 身体就不好 全城的女子啊 都逼之不及 所以找不到子 大家多多包涵啊 哎 不是有个乞丐女伴吗 堂哥 不会连一个乞丐 都不愿意做你的女伴吧 你也太丢人了 真是丢人心 哎 你滚吧 找不到女伴 来着干什么 滚吧 谁说她没有女伴 我就是 我是记千千千呀 你是千千 你这换了一身衣服 我都认不出来了 哈 原来是你这个臭乞丐啊 别以为你换了身体面的衣服 不过你就能成为人上人了 还不是一个给人当天生保镖的下见货 梁牧雪 你这张狗嘴还学不会说人话是吧 你 我跟你没完 那齐大公子花了多少钱雇这位美女啊 不如我出双倍让给我 我出三倍 啊不 五倍 这么漂亮的小娇娘贴身守着你 你不干点啥 不会是那方面不行吧 哈哈 我和千千不是你们想的那种关系 别太误人了 小娘们 我愿意花钱买你一晚上 是你的福气 我劝你 乖乖就范 没想到 首富的酒会 居然会有你们这种恬不知耻的败类 我今天定不饶你首富大人到 你们警官在窝里救不了脑事 棍出江城 师姐 师姐夫没事吧 我马上安排四人医生 一分钟便会醒过来 果然还是师姐 甚得师父真传 但人不相信我跟你的关系 你先走吧 好的师姐 今晚酒会 吃好好好 有事儿 给我打电话哦 齐总你醒了 他妈又晕倒了 你最近操劳过度 再加上刚刚受了刺激 所以才会引发救急 可是我感觉每次你医治完 我的身体状况都好了 那是当然 你的医术果然了的 嗯 看来我妈让你给我当保镖是对的 刚刚这些人呢 嗯 他是已经不在江城了吧 啊 气死我了 这个臭乞丐 三三两次跟我做对 亲爱的 别生气啊 你只会说这句话 不过 那个臭乞丐 打扮起来 挺好看 你 啊 那肯定不能算你比 你放心 你这口气啊 我肯定听你出 你这招够狠啊 同时把两个人都算上 你这招够狠啊 三哥 喝水都没意思啊 来 喝酒 三哥 之前是我小鸡儿的 以后啊 咱好好去啊 师姐 你能这么想 我很高兴 你这招够狠啊 你这个招够狠啊 你这招够狠啊 幹什么 那你们先玩呢 我去那边看一下啊 你这个堂弟又耍什么信心 从小被惯坏了 什么坏性 我看不见的 你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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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吃啊 可能是 太久沒喝酒了 喝酒 不好這酒有問題 吃飯吃飯 齊斯明和那小企丐 已經喝了我放在酒裡的小藍水 房間我已經開好了 一會兒 他們肯定去房間休息 到時候咱們可以拍點照片 讓全城的人好好細細長細細 算你還有點本事 不過你還真下得去手 連自己清堂哥都下得去手 我那個死去的爺爺 一定要讓他自己 他一個病樣子 憑什麼跟我這麼多家產 不過今天晚上 他和那個小企丐的視頻 是會流傳前程 到時候 到時候 其實集團就是 你的 怎麼回事 怎麼眼神呢 你們怎麼好好的你們不應該 應該什麼 騎士爹梁木雪 這就是你們一手策劃的吧 無恥 是 這是怎麼了 湯哥 你竟然在這跟一個乞丐開房 沒有 你別亂說 這起思民 果然看著身強體壯 仔細一看 比這個廢物騎士爹 搶得快了 騎士爹 還不是你給我們的酒有問題 是姐 我說你今天怎麼這麼欣勤 原來你這麼卑鄙這麼惡怼 你憑什麼這種說我 你別學狗噴人啊 騎士爹 要不是看在你是奇董堂利的份上 我對你一人 如果你再敢傷害其他 一定對你不客氣 你不客氣 我就不信 連你的小娘們我都說不了 幹什麼 副大人 您來的正好 您看看這兩個人 想在你的酒會上 做一些見不得人的事 您看看怎麼處理吧 是啊 首副大人 我看今天 必須要把他們給 夠了 你們兩個肯然倒是 你給滾住皇爺酒店 哎 首副大人 你應該要把秦氏明和這個臭乞丐 趕出去才對啊 滾出去 不打擾 那就不打擾 趕我休息了 倩倩 沒想到你還認識首副 嗯 我之前救過首副鱼 所以呢 沒那麼一點點強情 怪不得多說 有一體之身 足以行天下 你一個女孩子家家 還挺厲害的 那是 誰說我們女子不如呢 我們女子早就可以頂翩天了 剛剛 你做什麼 剛剛 齊董你沒事吧 你我頭好胖 好吃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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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啊 最近操落過度 所以那方面 行了 騎士姐 就你那辦事能力 還被江城首富 再趕出江城了 我梁家大小姐的臉 都被你丟光了 可是我明明已經按她好了 誰知道臭乞丐 喝了酒沒什麼反應 半路還殺不過首副 沒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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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 親愛的你別急 我再想想辦法 就你 你一天天的你能辦什麼好事 就你那點能力啊 親愛的 不如說點手段 壓制一下我們七家 到時候七家危機之時 你再出手相助 我奶奶一高興 一定會把提示給我 我們結婚 我的不就是你呢 你一天天 記住 以後在公司 少說話多做事 哦 我就是你的保鏢 我能說什麼呀 齊思明 你還知道回來 這老太太看樣子身體抱恙 恐怕是十日不多了 你這個臭乞丐 老是看我奶奶幹什麼 奶奶 就是他 就是因為他 堂哥才無心經營公司了 世界你胡說什麼 公司怎麼了 全市都在傳 騎士集團的齊思明 因為生活錯亂 導致公司的股票大幅度下跌 你連這個都不知道 我看 堂哥的心思 都放在這個期待身上了吧 你錢錢啊 紀千千 我雇你來是保護我兒子的 不是讓你來勾人的 我沒有阿姨我 我跟紀千千清清白白 他只是我的保鏢而已 你一個什麼都不會幹的廢物 還要請什麼保鏢 這家裡的保鏢還不夠多嗎 請個廢物吃白飯 媽 媽 怪我 我看顧錢錢身手不妨 還能給斯敏治病 所以 你給我逼走 都是你引狼入室 這件事和我媽和錢錢都沒有關係 公司既然出了問題 我會處理好的 你能處理什麼 要不是你爺爺 非要把這些都叫你來繼承 你大伯和你爸爸坐下來的江山會毀在你的手裡嗎 奶奶 這麼多年就算我生病我也堅持處理公司的事務 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吧 這是你自己的選擇 你就應該承擔責任 奶奶 如果你覺得累 你就讓位吧 就是 我看堂哥的身體現在也並不是很好吧 而且 現在的心思都在這個乞丐身上 奶奶 就是讓我來吧 我 齊老夫人 你們這一家的說話 未免也太難聽了點吧 這是我們齊一家的事 還輪不到一個乞丐來指手畫腳 媽 你消消氣 大伯母 到現在你還要護著你兒子嗎 師姐 你別這麼說市民 市民從小乖巧懂事 我知道他做事自有分寸的 那大伯母的意思 是我在調薄梨間嗎 不是的 我不是這個 好了好了 都別吵了 梁氏集團的總裁已經給我來過電話了 他說只要娶她的女兒梁木雪 她就能讓我們齊一家度過難關 下個月 就舉行婚禮 什麼 梁木雪今天要嫁給我哥 說好了要幫我的呀 娶梁木雪 不行 這可扔不到你一管 奶奶 婚姻大師我想自己做主 為什麼非要搞家族聯姻那一套 並且梁木雪為人刁滿跋扈 並不是我心目中的妻子人選 七四明 你看你這樣的身體 身邊連個女人都沒有 應該娶個女人哪 有個老婆好照顧你 再說 沒多之言父母之命 這婚事可由不得你 可是 可是什麼可是 這幾年你身體又不好 這邊連個女的都沒有 如今人家被一嫁給你 你就不要再挑三拣四了 奶奶 我奶奶 既然唐哥不願意為家族處理 我願意啊 我可以為家族做任何事情 我也不願意娶梁木雪啊 哎呀 怎麼搞的 這婚姻大事 是誰以說要取種種種取的嗎 你們 你們都是給我添亂 你們是要氣死我 這娘家的小姐 你取也得取 你不取也得取 奶奶 公司既然出了事情 我會想辦法處理好她 但是我絕對不會取梁木雪 奶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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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 七四明啊 這次你真的把奶奶氣壞了 奶奶要是有什麼事 你就是我們整個妻家的罪著 現在整個全城 都知道你和這個企業私混在一起 你是真給我們妻家張臉啊 也不知道梁小姐是怎麼看上你 非要嫁給你 要我也不選你啊 你看看你歪瓜裏倒的嘴 哪個女的賤狼子 你 紀仙仙 你別在這胡說八道啊 我看你陽氣抗盛 心神異動 恐怕 某些方面 不行吧 紀仙仙 你胡說什麼呢 看我不好好教育教育你 好了好了 都別吵了 下醫生還會被奶奶害病呢 大伯母 我請的下醫生 可是我費電心思再找來了 這個你放心 各位 請放心 我行醫十多年 還沒有什麼病 我是治不了的 我就是白神醫 你不是人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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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深得白神醫真傳 除了我師爺瑜仙外 我師父醫主全國第一 我排第二 原來是我的小祖孫 好 你等人見好 等人提張 你不就忘了這兒已經 大恩報復了 所有人 界外了 這一針下去 保證病魔退去 住手 你是什麼人 為什麼要阻止我救人 救人 我看你這明明是在殺人 你行針脈絡只不過是在通真活絡 這對老太太的病情一點幫助都沒有 甚至還會造成反噬 你一見女流之北 憑什麼在這兒雙山到處 季千千 你敢在這兒質疑下一生的遺書 我看你這兒想害死奶奶 要不我正讓千千試一下吧 我的病就是她治好的 我相信千千 是啊師姐 天經的遺書57年目的 讓她出去吧 不行 這個小先生 滿嘴胡話 大伯伯 你千萬不要被她騙了 小姑娘 我不管你是圖民還是圖理 但是 絕對不能拿別人性命開玩笑 我今天下母人 就跟你好好上一 不能紮針 下醫生 行針 給這小縣人好好上一課 奶奶 你醒了 奶奶 慢點慢點 舒服 奶奶 這可是我請的醫生給您治好的 酸兒有心啦 酸兒有心啦 不動奶奶 下醫生 恭喜下醫生 若美女兒 那您還是擋了 臭雞幹 我斷了你行騙的機會 看你還有沒有話說 如生未肝的小丫頭 爺子在我這裏搬門弄死 好了 臭雞蛋 現在我們全家人都不歡迎 而且 我奶奶現在需要靜養 你現在給我滾出去 你們會後悔 沒事吧奶奶 沒事沒事沒事 咳出魚團 就會好了 我施成白神醫 誰有治不好的病 我施成白神醫 我說沒事 就沒事 施成白神醫 難道就治不死人了嗎 齊千千 你又在這裏胡搅蠶是嗎 難道你要害死我奶奶不成 好了 世傑啊 最近也是想治好奶奶 齊四明 到現在呢 你還幫著一個外人說話 你是想和她一起害死奶奶嗎 胡鬧 你們可是堂兄弟 都是一家人 奶奶現在都暈過去了 我看 用來提前去試一下吧 她確實會醫術 既然小娘們主動送上門來 那有什麼後果 就往她身上斷 好呀 小姑娘 既然你這麼質疑我的醫術 那好 你來試試 小醫生 這婦婆嗎 齊少 你放心 老夫人的病情我已經穩住了 自然有我的分寸 請吧 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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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覺得她 我有點放錯嗎 是這樣的齊老夫人 你的病急不得 需要徐序漸進 什麼徐序漸進 不都是被你們氣的嗎 你這個小姐 現在花言巧語 剛才就是你們下一生的志願 所以奶奶才會醒的 你 你究竟居心何在啊 她不就是為了搶我的功勞嗎 我這是有愛才之意 才讓她上手適應 我真的講 她為了搶功 不得所斷 別小看我 你知道我的身份 並不會後悔 喊 懶得和你胡說 齊老夫人 您感覺怎麼樣 還是夏醫生 您炸的內真舒服啊 哼 小賤人 聽到沒有 別在這兒丟人現眼了啊 趕緊給我滾出去 齊老夫人的病情 是被我暫時壓制 你們如果再不讓我 馬上就會突發 而且會比志願更遠 你 你這個小企業 你就能救我 哪哪哪哪 揍了你千千 我當你來是照保護我兒子的 不是當你來人設的 阿姨你看看你 看我們齊家兒的 敲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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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不相信 來現在好好的 你讓我怎麼相信你 這這 哎奶奶 嚇一聲 這這怎麼回事啊 哎沒事 老太太本來身體比就弱 現在這病又不發了 加身就在僵 我剛剛請她過 給老太太喬上一頂 奶奶 您再忍耐一會兒 來一聲音馬上就到了 您就沒事了 你再不讓我一次 恐怕就遵命了 幾天姐 下聲音已經說了 白聲音正在男的路上 還用你在這混水漠魚嗎 再脫下 我們就準備後事吧 好了 現在你們這樣 我們總不能什麼都不做吧 我先先試試吧 我相信她 好 奶奶要是有個萬一 你和這個賤人一起滾出去家 嗯 思明 相信我 一定會治好你奶奶的 如果我治不好 我自願引命換命 好 不行 拿我和一個乞丐相提並論 把我的顏面放在哪裡 把家事的顏面放在哪裡 況且 我已經治了一半了 你來這裡 就是均心不良 這 夏醫生 我也沒想這麼多呀 你看這 別看不起我們女子 我們女子行醫 不比你們男人差 女人 女人有什麼用 能辦個什麼事 好 那這位夏神醫 現在齊老太太已經臥床不起 要是不定 如果你真的能治好她 就不要錯過最佳治療時間 好 那老夫現在就拿出鴨香女兒的手段來 讓你去敲一下 你放心吧 我不會讓奶奶有事 落入聚雀血 必氣勢翻涌 傷勢更重 這位夏醫生 如果你想送老太太一聲 這百佛血 光是可以幫你 你的女人這位在這胡說幫我手啊 還可以的 這位 鬥氣勢 老夫也是無能為力啊 要是走些神經病 還是有師父 現在看來 如果師父就有些死 那那您趕快請啊 趕緊請師父來給我奶奶看病啊 是我 您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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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師父自由慣了 平時根本就聯繫不到她 師父 剛才就是這個女人 對老夫人認識了一下 會不會 這她對這出了問題 師父 啊 什麼 這 為什麼你 你你竟然管那個體態叫師父 哦哦 老夫認錯了 認錯了 請問這位姑娘 您可有依罪的辦法 當然 好 既然姑娘如此自信 那就請姑娘看一下 師父 你怎麼讓這個女人 給老夫人看病呢 閉嘴 有一線希望你的嘗試 好 謝謝 我跟上 你若意不好 我也不讓你以命還命 但你必須自費雙手 好 好 我若依得好 就算你騎師傑有眼無尊 今天必須給我磕頭認錯 好 一言為定 我就不相信 你一個娘們有什麼本事 看來師傑少爺 巴不得你奶奶病故啊 你 好了師傑 奶奶必須這樣 你很自有 我 小姐 果然是經過不讓徐梅 你這手法骨粗巧妙 令我毛三斷開 受你匪浅了 師父 這也有咱們的功勞啊 要不是我幾次打得好 他能順利救人 對 下一生也有一半功勞 我看你一見女流治病 也是個可造之材 來 我跪下磕三個想頭 我可以破例收你為徒 混賬 師父 事到如今 你居然還不知悔改 你的醫術不驚不怪 但形義無德根本不配治病救人 不思悔改 還嫁禍他人 收你為徒是我必須的耻擾 你呀 以後沒必要做我的頭頂 師父 我再也不想看到你 師父 不要呀 不要呀師父 閉嘴 齊老夫人大病出獄 那 我就不打擾你們團職了 多謝神醫 走 白神醫我送你 對 奶奶 您真沒事啊 記簽簽那臭巨蛋 沒殺到您了嗎 好了師傑 我的針法 病人絕對不會有辦法 我是在救人 不是在害人 欸 師傑 奶奶知道啊 你是心疼奶奶的 那我现在精神换发呀 没想到啊 这个小女子竟然有这么大的本事 我早就说过了 我们女子心一定都比她一样 厉害什么厉害 我看啊 就是她运气好 被她做了个空 在这儿啊 归根结底 还是因为堂哥 气了奶奶 所以奶奶才病 你想让奶奶偿命百岁 那好啊 那你赶紧迎娶梁家大小姐吧 奶奶 徐老夫人 如如我能帮徐氏解决 你是不是就不会逼回 你这个臭乞丐 还真当自己是救世主啊 救了我奶奶 那是你运气好 这解决公司危机的事 可不是光有运气就行 我能不能解决 你等着看不就知道了 这样 我立个试 如若我不能帮徐家解决危机 我认识 如若我能帮徐家解决危机 不能提示 就做错 我们又相信 大好 我给你三天的时间 我看你一个小女子 有什么办法来拯救这么大的事 如果三天之内 你做不到 你要迎娶梁家大小姐 好 一言为定 你为什么一定要让唐哥娶梁家大小姐啊 我也是七家少爷 我也可以啊 是姐 人家梁家大小姐看中的可是斯林啊 你放心吧 奶奶一定给你找一个好老婆啊 可是奶奶 哎呀 奶奶要休息了 喂 亲爱的 你怎么要叫我唐哥了呀 咱们不是说好 等我多多其事之后 咱们就结婚了吗 我梁家大小姐还不需要你来教我怎么选老婆 哈 你放心 我们毕竟有洪水支援 等我嫁给你唐哥 我会分百分之三十的工作给你 可是 我想要的是整个启示 做人不要太贪心 只要你好好配合我 以后 省不了你的好处 喂 喂 沐雪 哎呦 这些天你疯了 你和我哪天打什么度啊 爸 先打车走 我一定会帮你解决 我跟你说 是你能解决的 交给我 我一个电话就能解决的问题 够了 你要再说大话 现在就走 你走 你相信我 行 证明给我看 好 你还要解决我们旗家的危机啊 换码送给我 我给你找了八辈子 我给你找了八辈子 帮倒忙不说 要给你撑话 说到喽 谢谢七总 可我还真的心存一次希望 觉得你可以帮助我们七总 算了 才有个自己心想这样 放心吧 齐总 并不帮你解决的 真的吗 太好了 谢谢你实话 嗯 哎 你走你去哪 我一个老同学 帮我联系了 王氏集团的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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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守护 如果能跟他们合作 其实的危机自然就解决了 什么情况啊 我 我这都还没联系师弟啊 我跟你一起去 句话 真是没想到这么多年不见 没想到你已经当上 王氏集团的部门经理了 嗨 也没什么 混口饭吃啊 还要谢谢你 没忘了我这个老同学 帮我引荐 四明 这次和王氏集团的张副总 见面的机会 我可是花了很大力气 帮你争取的啊 你呢 可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你放心 我一定好好表现 不过 七明 和王氏集团的合作 还想付出点啊 不行 我做不了这个事情 这不付出点 怎么能找他回报呢 你是一个男人 做这种事 又吃不了亏 你怕什么 许华 你 这么跟你说吧 我已经把你的照片 发给张副总了 只要你今天晚上 陪张副总一晚上 你想要什么合作 那就有什么合作 许华 我把你当兄弟 我们作为大男人 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啊 兄弟我今天必须 放在这里 该说的都说了 具体你想怎么办 那是你的事 别说兄弟没有帮你 王氏集团合作 使人书莫 去哪啊 圣灵 这就是王氏集团的张副总 专门负责 跟其他企业对接的 具体给什么企业订单 那全靠张副总的意思 我说了 这些事情我不感兴趣 吉士明是吧 我早就听徐华 跟我说起你们集团的事了 你看这么热的天 不如我们去酒店 开间房 怎么又如何呀 张副总 还请自重 上次酒会啊 听闻咱们齐大公子 风流替他 今日一见啊 果然是名不虚传 你放心 有我在 我们集团的各个项目 随便你挑 不用了 我还有事 四明 我知道 一时半会儿呢 你还接受不了这种事 但是你看现在我 你要什么有什么 让我们男人 找到一个好的靠山 那可是少奋斗十年呢 有一个富国能看上 还不是因为你年轻了一种面相好 你呢 现在病也好 何不吃着自己身强体壮 好好利用自己的优势呢 我是不可能做这种事情 徐华 我们身为男人 做事情应该靠自己的实力 而不是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 你不觉得恶心吗 你 我们都是男人 这种事情又不吃亏 你怕什么 四明 来 那姐姐教教你 怎么好好做个男人吧 啊 把你的脏手给我拿开 哪儿来的小乞丐呀 这年头 男孩在外面也要注意安全 这又老又丑的女人 还真是多 你谁呀 说我又老又丑 说的就是你 敢说我们张作总有老又丑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你这个小乞丐到底谁呀 我 是齐总的保镖 保镖 四明 我知道有些小姑娘呢 年轻漂亮的 她能帮得上你忙吗 小女人 最多的是小有实力的 你这老女人没完没了是吧 我什么给你 哎呀 老娘我还没被别人罢过 今天我丢了你的命 还能够干什么 放了 我看是谁敢在往事集团放肆 我刚听说要去什么酒店谈合作 张副总 你也是个老大不肖 是个有家事的人 和一个帅哥去酒店开放谈合作 这可怕不拖吧 董事长 你看 您说什么呢 您有的事儿 董事长是吧 咱们这位张副总平时没少在王氏集团聊游说吧 我看她富婆气息十足 天天想着怎么勾搭小鲜肉呢吧 就连谈个合作都要到酒店的床上去谈 你这小贱人胡说八道说什么呢 你 咱们这位张副总要挟我们齐总 如果不去酒店 就没办法与王氏集团谈合作 你许可欢人 董事长 你别听这小贱人跟你胡说八道 以他们这种小公司的实力 怎么配跟我们王氏集团合作 是齐斯明 刚刚想勾搭我 就是他乱勾搭我 胡说八道 笑话 你说齐总勾搭你 就你这种又老又丑的女人 找谁不好呀 应该得勾搭你 我可以做账 又是齐斯明想靠你的上位 刚刚勾搭账你 是啊 董事长 我兢兢业业的工作从来都不敢预约 你一定要相信我 这对 敲涉入祸 真挡我这啥子 你这个废话 还不赶紧 你几条街和七天生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为集团府中 既然敢出如此勾搭 将长府中的勾搭公之于众 你们二人 礼计 归助江城 啊 不要 齐斯集团齐斯明齐鸭大少爷是吧 我是王氏集团王飞宇 您可是江城首富啊 就样大名 听闻齐鸭大少爷工作认真 办事靠谱 明天我会带着合同 亲自去齐鸭台 什么 真的吗 当然 具体事项 明天去齐鸭说 太好了 感谢首富大人 哎 叫我 王总就行 那没什么事我就 嫌 嫌走了 好 王总再见 没想到误打误撞 还真的遇到了转机 那是 还不是我其中有实力 老板 你不会昨天晚上没回家吧 是啊 还有一些事情没处理完 就拦得回去了 哎 那我这个保镖也太不成值了吧 老板晚上熬夜加班了 确实不成值 确实不成值 那就罚你 这个月的工资全部扣光 齐总你怎么能这样呢 齐总 大恩人 对 啊! 齐斯明 现在学会夜不归宿了是吧 赶紧给我滚回家来 奶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老是这么针对我 有意思吗 我什么时候针对你了 你自己在那里挥坏 我说你两句怎么了 奶奶你看看他 哎呀 行了 行了 一见面就着吵吵吵 不吵吵 好了好了 你们兄弟俩一见面就吵架 怎么还和小时候一样啊 行了 一会儿啊 王氏之谈的王首富进来谈亨议 要看到你们这样 处成其同啊 就是 奶奶 这堂哥也太不懂礼物了 那我 正常的事 让我们的 某些人啊 这是什么都要抢别人的 恐怕连别人放的屁都是香的啊 你 奶奶 堂哥现在跟奶奶没死过去 不是这次交给我吗 让奶奶也看看我的事 那好吧 奶奶 这个合作是我找王总要来的 你怎么能给侍杰呢 行了行了 一会儿王首富来呀 就由侍杰负责接待啊 谢谢奶奶 我就知道奶奶最疼我了 齐总你放心 你这合同谁也抢不走 小父亲别闹 啊 啊 啊 小父亲别闹 你这两个也抢不走 那么变成 这么贴了 就这样 小父大人 看您是误会 我们并不是想自自换负责 是啊 我现在这个堂哥 心思都不愿放在公司上 现在啊 就在一些来了不明的女人身上 所以 这次项目由我来负责 您看 您和我们合作什么项目啊 假设一个一的帮帝穿下 一个一 哎呦 多谢首富大人对我们一起一家的财爱啊 五千万的合同宽 我就达到七十兆户了 好好好 首富大人放心 这次合作 我一定负责到底 哎 慢慢慢 我们旺家的合同 你也可以负责 嗯 王总 你的意思是 我想 我的意思 已经更大的分明选 我们旺市集团的项目 只能有 七死命 七大少人 为什么呀 我们都是齐侠的人 我也可以合作呀 齐斯民就是齐 怎么会 首富大人 我看 我合同交给齐士杰的话 就交好 你这个臭乞丐给我闭嘴 你闭嘴 哎呀 既然 七死命先生 不再负责这个项目 那么 我们旺家 于七家的项目 就特责吧 投资的钱 我们也会 全部撤回 首富大人 你 你 你怎么这么听这个齐侠的话呀 汪汪匪做事 就要你来教我 好啦 好啦 啊 首富大人 这小辈们不会说话 您不要计较 哎 但是这合作门 你可不能开玩笑啊 齐老夫人 我汪汪匪 从来不开玩笑 这是你们七家 十字更换 项目负责人的事 是没把我们忘记啊 好年龄 啊 不不不 哈 首富大人 我们没有更改 啊 没有更改 呃 这就按你说的算 你看怎么样 还让我的这个孙子 其次命令负责这个项目 你看行吧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想以后 还是不要再随便 更换负责人 否则 否则 好好好 不会的啦 啊 好 那就 合作愉快 哎 谢谢 谢谢 首富大人 够了时间 黄总要走了 你别打扰人家了 齐思明 你凭什么拦着我呀 你什么都要和我抢吗 世杰 你别这样 我就知道 你们 你们所有人 都骗探齐思明 哎呀 你们别吵了你看 何有客人在此 你们重合其统呢 齐世杰 你能不能稳重你 王总还在这呢 丢不丢人 我丢人 我丢什么人了 王氏集团的合作 本来就是我的 齐世杰 你脑子有病吧 现在就连一个臭乞丐 都能欺负我了吗 我现在就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气小少爷 如果你觉得 有人枪了一个东西 我这不服力话 那你应该努力 把他枪回来 还不是每天在这 也挺佣人哪 哎 是是是 哎呀 还不快给我们 政府大人道歉 和我有什么好道歉的 我觉得应该 人 纪小姐 和齐世杰 什么 我跟他们道歉 看来 齐小少爷 还是没有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呀 哎 齐世杰 你还不赶紧跟齐世杰 道歉 没问题 ь fifteen 大感 Laser 对不起 啊 行了 先擅长 п Nathan 嗯 送这现个公司 满足 啊 啊 你呢 李纳 Listen 不行啦 还想不够丢人呐 我 这您啊 今天走的对 把项目拿下来了 咱们以后这齐家呀 是可以咬回吐气喽 哈哈 奶奶 这次齐家的危机已经解决了 那您上次说的和梁氏的婚姻 你看 梁家接近到 梁氏电给来了 奶奶 不好意思 公司有点失干物了 奶奶 你把梁氏喊来干什么 梁小姐是我请来的贵客 我请客人还要给你们报备吗 阿姨 今天我是来探望奶奶的 小小心翼 您大病出狱 这千年人生可以让您年盈益寿 再说了 我们马上就要成为一家人了 您还给我客气什么呀 这齐思鸣 到底有什么好呢 男的女的都帮他 刚才都说了 马上就成为一家人了 来归来 还带什么礼物呢 晚辈应该的 应该的 梁木雪 我不管你今天过来要干什么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清楚 我们两家的联姻已经取消了 放肆 你怎么给梁氏姐说话呢 还不愧着道歉 奶奶 您别责骂宿命了 你还能不能和思鸣说吧 思鸣 你奶奶和我爸已经把我们的婚事定下来了 我马上就要成为你的人了 思鸣 你看看 你看看 人家梁小姐呀 端装大器 知书达理的 找老婆啊 就该找个这样呢 哎呀 奶奶 您要赞了 季仙仙 你这个臭乞丐怎么也在这儿 哎呀 我可是其总的贴身 当然24小时都在了 老太太 这梁木雪哪里端装下 我看她 就是个刁蛮任性的泼妇 你 季千千 我唐唐梁家大小姐 还忍不到你在这儿给我啃头认足 够了 季千千 我孙子的封印大事 可忍不到你来质疑 奶奶 我看 这梁家大小姐和唐哥 郎才女帽的 要不 把他们活之间定了吧 秦师姐 要娶你自己娶 梁木雪的为人品行 我很清楚 我不会娶她的 你 思鸣 你说什么呢 胡说八道 赶紧给点黑血道歉 奶 老太太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记得你之前承诺过 只要能帮助其家解决集团秘籍 这梁小姐和思敏的婚事 就不作数 季千千 跟你没有你说话的事 齐老夫人这是什么意思 我梁木雪要叫起你们其家 以及谈出整个奖程 你们是故意让我难堪的吗 不不不 姐姐呀 你可千万别误会啊 你是我最中意的孙媳妇了 别误会 奶奶 为什么会要给我娶我喜欢的人 思敏 你老大不小了 你好不容易把身体调理好了 也该为我们其家开支善业 这梁小姐可是最佳的选择了 二 我们其家的危机不是你解决了吗 解决 思敏 你怎么能解决 现在除了我们粮食 谁还能拯救到你们其家 那怕不是要让梁大小姐失望了 刚刚王室集团已经担议和我们启动了 而且收益可关了吗 什么 你是说王室集团 没错就是收获 不可能 与你们骑士集团的实力 怎么可能能和首富家取得合作 总之我是感谢梁姐姐的才爱 我就奇了怪 这世间男人千千万 能何必死抓着我们机动 车向可不要碰你 你 随思敏 你干真是因为就是臭乞盖而拒绝我吧 我梁沐雪哪里比不上他了 你要是回婚 这传出去 我的面子往哪搁 梁小姐 我娶不娶你和别人没有关系 你还是 请回吧 今天你必须娶我 梁小姐 你最后是何苦 行了四明 四明啊 你也太不懂事了 我作为你的长辈 你的婚姻大事 我就做不了主吗 齐思敏 难道奶奶还能害你不成 像梁小姐这样的角色 你还是赶快娶了吧 思敏 这项目谈成了是没错 她跟你去梁小姐的婚礼有关系吗 有冲突吗 这梁小姐 可是我们这个世子 大胡人哪 有多少人在追求她 难道她嫁给你 你还委屈了吗 哎 思敏 我劝你还是同意吧 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打过去 王氏集团就会马上跟你取消合作 王总的电话 我已经先收 嗯 臭乞丐 你有病吧 季小姐 季小姐 一个臭乞丐 还有人叫小姐 喂 王总啊 梁牧雪小姐说 只要她一个电话 就能让王氏集团 和其家的合作取消 这可当真 梁氏集团梁牧雪 你放心 梁氏集团 我们王氏集团 今后不会再跟她合作了 从此以后 我们王氏集团的所有项目 你们骑士集团 都享有优先选择权 好 谢谢老总 走路怎么会为了 你们骑士集团 还放弃我跟梁氏呢 你以为随便打个电话 就能骗得了我吗 王总啊 这里有人觉得你是骗子 不得展现一下自己的实力啊 梁牧雪是吧 梁牧雪 你停着 从现在开始 你们梁家弯了 半小时之后 讲称再无梁家 让我们梁氏托车 开什么独奇玩笑 齐思明 你身边这个臭乞丐 找的演员还演得挺到位啊 这样 怎么感觉刚才电话里面 听着不像王总的声音啊 哎呦 世杰少爷怕不是忘了 你可是被王总删过你吧 怎么这就听不出来了 你 你个臭乞丐 给我滚出去 什么 王氏集团要取消 我梁氏所有的 合作 这 怎么可能 梁总不好了 王氏集团说我们生产的药材 出现了质量问题 对王氏集团发起了起诉 叫我们赔30亿 梁小姐 发生什么问题了吗 不可能 这不可能 哎呀董事长 连天了 我们集团的股东纷纷要抛售股份 现在我们集团死了大些 损失百亿 董事长 您在吗董事长 看来这梁家是真的要破产了 这江城四大家族梁家 怎么可能瞬间就破产了 这这不可能啊 惹着首富王家的人 几个家族东西 你个小丫头 到底什么来头 你不必知道我什么 你只需要知道 天作有五文皇帝 后 你不必你了 你帮我求不请吧 梁木雪 多幸不一笔子笔 这些都是你咎由自取 怪不得我 师姐 你快帮我一起求求你逃哥 我可不躺这档浑水啊 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齐师姐 你 果然男人的心都够狠啊 我真是瞎了眼跟了你这么久 喂 你别胡说啊 我什么时候跟你在一起过 师姐啊 齐师姐 你还真是让我见识到了大难临头个子飞啊 别忘了 是你让我把齐师明不检紧的消息传出去的 什么 师姐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对鸡蛋有什么好处 梁木雪 你别血口喷人啊 我什么时候让你传出去的 刚刚你还说要跟齐师明在一起 现在怎么说又和我在一起了 奶奶 这粮食机团的破产了 把他丢出去吧 妈 师明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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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滚 妈 以后啊网贝这些婚事啊就让他们自己做主吧 你看 这是闹的 我的本意也是好的嘛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 我差点被这个梁木雪给糊弄了 我差点被这个梁木雪给糊弄了 看来这个王首富啊他真不是个好惹的 他就能让粮食集团瞬间给破产 现在我们得到了这个王首富的认可 我们齐家还不发也难呢 齐宁啊 以后啊你就是我们齐家的工臣了啊 哈哈哈哈哈哈 齐宁啊 你看你现在这么能干 就是当初你父亲也没有你这个能耐啊 这不用说啊你爷爷当初把这个集团交给你 这正确的 师明啊 不愧是妈的好儿子 继续加油 梁木雪这个贱人 这么容易就被打垮了 齐师明 咱们走着敲 大王 等等我妈 虽然是你的保镖 但也是个女孩子 你还知道自己是个女孩子 我看你平时打人的时候 可完全像个男人 那我这不是从前为你出生路死的吗 不过就算是这样也掩盖不了我的美貌 好 谁啊不张眼的东西 真不好意思 齐宁 这不是我前男友吗 罗飞是你啊 好久不见 听说你出国了 可不是嘛 没有你这个病样子拖后腿 本小姐出国度金 看到没 现在的男朋友 可比你强一千一万倍 你 罗飞 这就是你之前说的那个病样子前男友 长得挺磕叉啊 哈哈 我看长得磕叉的人是你吧 奇怪 你以前的眼光也太差了 怎么会看上这种视力又败地很丑 你说谁是丑女呢 谁磕叉呢 远在天边 静在眼前 你 我和我前男友说话 还轮不到你插嘴 我是齐宁的保镖 刚刚你出言羞辱起来 道歉 否则够估自己 你就是世杰说的那个 嚣张的乞丐保镖 不管我是 必须给我道歉 这主人还没说话呢 你这是狗喊什么 罗飞 你说话多后就弄一点 哼 你们不会真的像世杰说的那样 关系不正当 友谊腿吧 哈哈哈 罗飞 你这前男友口味还挺重啊 也不知道 这小乞丐的自色如何 你们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这小姑娘长得倒也还挺不错 这得花多少钱要 亲爱的要是喜欢 我也可以花钱买一碗 让亲爱的玩一碗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 把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把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你们小娘们 有两下子 敢不敢 跟我到个爷酒吧走一趟 好啊 正好我来城里还没去过酒吧 姐姐别骂了 知道跟他们去意味着什么 没事放心吧 我倒是要看看今天谁能动我一根手指 亲爱的 这个小贱人这么嚣张还敢打你 你可绝对不能放过他 好 今天哥哥我 就给你出这口恶气 我一会儿啊 跪下 去 走 来 师父大人 以后我留鳄鱼的鳄鱼酒吧 就跟你多多扶持了 厚厚厚厚厚厚 在这项目啊 就这么地了啊 先告辞了 我送你 哈哈哈哈 告诉你啊 我老爸可是这女老板牛 今天到了我在里边 叫你好看 兄弟们 交给你们了 尤其是这娘们性格辣的很 都给我 好好伺候伺候 伺候 是 哈哈哈 哈哈哈 你回国了吗 是呢 哎 什么时候我们好好一起吃个饭啊 哎 我有好多事要和你说 正好要和你诉苦诉苦 刚回国就遇到你堂哥 和那个乞丐保镖了 笑真的很 什么 那 我们的事你都知道了吧 我跟你说啊 我堂哥之前这么欺负你 你一刻得好好教训就是他们 你一定要帮我呀 放心吧 这次薪酬救援 我一定找他们算的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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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太远了 你这娘们今天见了我弟弟吧 就休想跑 你看我动了吗 你知道我爸是谁吗 刘鳄鱼啊 我一进来你们都强调好几遍了 怎么 长这么大还没端奶吗 行 我看你这娘们啊 能嚣张到什么时候 小夫大人到 刘鳄鱼 你们酒吧 既然还有人血液脑事 看来 我嘴里面的靠刹 又在气场了 不不不 你这都说误会 误会 我告诉你 那位 啊 黑色一个女士 什么队就是个技巧 他要是带你们酒吧 什么什么山石 那你是我 太不快去处理 是 有什么山石 我让你们挣个六甲配套 是是是是 刘鳄 你又在干什么是非 爸 你快看这个女人 我们都快把她搞死了 您用用作所啊 爸 接下来 我儿子冒犯了你 我替他给你道歉 爸 你干嘛要向这个人道歉 你知不知道我都 哎 闭嘴 再来说话我打到你的腿 看了我平时把你闯坏了 爸 不管我的事 都是这个女人 是他讲说的 刘鳄宇 你儿子一儿再三儿三个挑战了 您看怎么说这 金晓忆您放心 我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案 你一次 小副大人的朋友是你能得到的气吗 赶紧给你一人家多谢 什么 季小姐 我我错了 我我给您道歉 你觉得现在道歉 有用吗 我我赔钱 我帮我们家酒吧抵押给你组于你的 今天手势呗 你觉得我缺钱 你缺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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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胆的事理是我们刘家都惹得起的吗 你总不能让整个刘家和你陪葬 爸我我可是您亲儿子 不是 蠢女人都是你我这的货 哎 金小姐都是这个贱人 跟我没关系 思民思民 你看到我们认识这么多年的份上 你就放过我吧 是啊放过我们吧 罗费 一切都是你们这一个自取 这一次 我行千千的 齐总 这两个狗账人是东西自食苦苦 不如 把他们放到酒地搬砖吧 也让他们体验一下基层人民的辛苦 不要啊不要啊 搬砖这种苦力活 我们怎么做得了啊 别啊这搬砖的活 我们怎么吃得消啊 闭嘴 还不给我滚出去 滚啊 我可是您亲儿子滚 刘鱿鱼是吧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 如果让我知道你包庇自己的儿子 你们留家 就别再想留在江城 妈妈 记下去 这是我的名片 你有什么事 谁是联系我 千千千 这鳄鱼酒吧的刘老板 为什么这么帮你啊 可能是因为我之前救过手术 所以他也没有我们关系很好的 怪不得 不过 你怎么又变成一个小乞丐了呀 我喜欢啊 七四明啊 今天家宴 庆祝和王氏集团合作 你到哪儿去了 难道还要让我们等你不少 糟了 差点忘了今天还有家宴 你跟我一块去吧 你们家家宴 我是不方便吧 没事 这次家宴本来就是庆祝和王氏合作 那能和他合作也都靠你啊 走吧赶紧的 有什么了不起 不过 不是让罗飞教训他了吗 怎么听声音一点事都没有啊 七四明 我有 爸 你看这福星酒店的头等包厢 环境不错吧 奶奶 这七四明也太目无尊长了 家宴竟然还要让我们等他 刚才我给打电话 说让咱们等着 是姐 四明不会说这种话吧 大伯母 他目无尊长 我只是说他一句 你什么意思呀 再说了 我有必要在这挑拨离间吗 哎呀你别误会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看不见了 在这个家里啊 你们才是一家人 我就是个外人 是姐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我爸妈不在了 你们答应过我爸妈 要好好照顾我的 可是现在呢 你们全都偏惨七四明 什么都是他的 是姐 我没有要惯着四明的意思 这些年 我一直把你当自己的儿子对待的呀 奶奶 齐四明就是目无尊长 你一定要惩罚的 哼啦 这大型的日子 你们在这里吵吵吵吵 成何体统 奶奶 我就是看不惯齐四明目无尊长 他这么怠慢你 你一定要罚的 是姐 我给你修工多少回 你怎么就记不住呢 我说你不要再惹事了 现在四明啊 得到一个大项目 这公司里的饰料 越来越多 他就晚了一会又怎么了 你为什么就抓着不放呢 知道了奶奶 没想到现在奶奶的这么偏小七四明 看来我在那个家的地位 马上就没有了 无常局 哎 汤哥 你来了 来来来来 坐 是姐 你这是 汤哥 之前呢 是兄弟走的不对 您大人不敌小人过 啊 我敬您一杯 喝完这杯酒 咱们还是兄弟 是 四明啊 你以后他都给你道歉了 是最佳的兄弟 你啊 就原谅他啊 四明啊 过去的 都让他过去呢 四明啊 我从来没记恨过你 我们以后 还是好兄弟 来来来 齐思明 我的好兄弟 你的一切我都会躲过来的 你就等着吧 哎呀 我看到他们兄弟两个和好了 这一家人和和睦睦的 我真是太高兴了 哈哈哈哈 哎 我都没注意到 汤哥 今天佳宴 怎么把这乞丐也带来了 师姐 今天佳宴本来就是为了庆祝和王室合作 这件事啊 千千帮了大忙的 所以我就把他喊过来了 齐老夫人 阿姨 千千啊 你也帮了我们家不少忙了 今天来了 就坐下来一起吃吧 谢谢阿姨 汤哥 就算这个乞丐帮了点小忙 那也不能和奶奶一个桌子吃饭吧 师姐 你为什么老是要把人分成三六九等高低贵贱的呢 虽然千千以前是个乞丐 但她现在是我朋友 汤哥 乞丐就是乞丐 怎么能和咱们比呢 那你的意思是说 奶奶和这个乞丐是一个级别的 吃饭没呢 不用 坐下来吃饭 吃什么吃 不成体统 妈 大喜的日子 你别动气呀 和气生财 和气生财 和气生财啊 怎么回事 这头脑王室他们还有人呢 夫人 阿姨哥 我今天晚上在这几个吃饭 赶紧把他们赶出去 好的 我这就出来了 各位不好意思 这里是丑子方向 现在有贵宾享用 老板你们换个地方吧 凭什么呀 我们也是客人 我们也花了钱啊 是啊 这哪有吃饭 赶人走的道理 凭什么 是我告诉你 我在这里 我就是规矩 我就是道理 服务员 你们这有没有先来后到 不好意思 刘先生是我们这里 尊贵的VIP客人 想用保险优先使用钱 谢谢 这不就是那个 乐于酒吧的流浪呢 嗯 是告诉你们 识相点 赶紧走 我可不是你们能惹得起的人 那个 乐于哥 不如 呃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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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岾鱼 qui竟然走了 大名尖鱼的刘岳 rugged 都给我面子 不错不错 哈 世姐呀 由我们其家人的风番 奶奶 嗯 我不比我哥差嗎 西世姐 你确定刘岳鱼 是因为你才出去的吗 不然呢 难道是看你这个臭乞丐的 嗯 你确实说对了 刘鱼确实是因为我才出去的 季千千 你一个区区乞丐 怎么可能认识有大人物 现在说的 刚才怎么不说呢 那你信不信我 你的电话就很让他回来 季千千 你还真拿自己当个人物啊 今天如果说饿一饿能进来 我就跪下 问你叫妈 好 记住你说的话 刘鱼 你在外问吗 我是季千千 进来喝一杯 汤哥 你这个小跟班还挺幽默啊 是的 师姐 今天他真的认识刘鱼 汤哥 我已经和你示好道歉了 你怎么还针对我啊 为什么还要帮这个季千千 没有 师姐 四明啊 你现在已经是骑士集团的董开了 你没有必要什么事都给你弟弟去抢位吧 那我 你们学家 还真是一如既往的无知啊 汤汤汤 你没完没两个去吧 哥 你来的正好 我们这儿啊 有一个臭乞丐 没说认识你 咱您放心 我们一定好好惩治他 几小姐 真真不好意思 没看到你这儿 多有麻烦 你自己表现 柯玉哥 这他就是一个企业 你怎么对他这么尊敬啊 我做什么了 需要你来指点吗 我 啊 季小姐 实在不好意思 对不起对不起 啊 刘岳鱼 这里有个人跟我说 只要我能把你叫进来 就给我跪下磕头道歉 还麻烦你见证一下 哦 好啊 有这好戏 我刘某 定然不能错过 骑士姐 该履行你的诺言了吧 难不成你想反悔 我堂堂七十呢 怎么可能跟你下跪 男子汉一言寄出四马难追 恐怕食言的话 才更丢人吧 没错 季小姐说的对 别给我们男人丢脸 我看呀 思明啊 这男人记下有黄金 你怎么能让你弟弟给他嫁跪呢 这些 老就提醒过你 现在 也没办法呀 千千啊 就看着我的老太婆的面子上 你看这件事 能不能就这样算了吧 老太太 如果刘鳄鱼不在 我可以就这么算了 但刘鳄鱼再次 不贵的话 岂不是耍人家鳄鱼哥呢 没错 你们把我刘鳄鱼当什么人了 想把我当好耍吗 哎哎 不敢不敢 哎呀 我们不肯得罪你 四姐 要不 你就跪吧 奶奶我 磕头磕一年了 我说你对不起就行了 嗯 大点声 对不起 好吧 西野看了 我就不打扰各位了 我就想喝吃了 哎 还呢 行了 就为你炫烟的动气 借千千的 还真想不到啊 能不能对谁这样一个大人我 有过一面之缘 没错 奶奶 这个刘老板 好像误会千千和王总很熟 所以才对他这么尊敬 什么 一千千 我还以为你真的认识这个鳄鱼哥呢 原来是胡家的鬼呀 妈 我给你道歉 刘老板 刘老板 你也确实说了 我把他叫进来 你就给我跪下磕头认错 不是吗 你运气好不是 好了好了 事情都解决了 赶快吃饭吧 嗯 嗯 以后啊 我们一家人经常出来吃饭拒绝啊 你们兄弟啊 有事儿好商量 也别再装装炒炒了 这加个万事兴嘛 嗯 嗯 试试大家 嗯 你先先啊 来 来喝一杯 你乐器不错 我有点紧 沾沾乐器 啊 哎 啊 那怎么回事 这是我们老板最喜欢的古董吧 压着连绳 你们拍得起吗 这 这是古董 大经理 大经理 哎 你们没有作证啊 这可不是我弄的 你们谁也别想逃 谁干的 哎 他干的 是这个乞丐干的 是你用酒撒了我一盆 是你后退了一步才撞到的 嗯 我怎么可能故意撒你 我好心给你倒手 你却给我惹麻了 你倒真是喜欢跟老师 你 试试啊 确实是你先倒了清添一身酒 我好心给你倒手 我好心给你倒手 而且我我也没看到他 他跟你灌了什么迷魂堂了 你这么帮的说话 是杰 我只是就事论事 别为男千千了行吗 奶奶 你看看他们 喝了吵死了老板最喜欢的东西 价值五千万 赶紧赔钱 什么 五千万 这么多钱我们怎么赔得起啊 嗯 我们福星酒店 可是本次第一的顶级酒店 跟王氏集团旗下合作 我们老板可是守护的亲信 张经理 您您看能不能偷误你一下 以后啊 合作怎么少不了 啊 张经理 这次我做不了主 让老板知道我包庇的话 亲者我会就放网 众者我的小面都得丢 你们还是自仇做不罢 张经理 都是这个旗下干的 跟我们旗下一点关系都没有 要找你找他 我可不管是谁弄坏 反正今天谁都走不了 赶紧赔钱 是你陪的我我才撞到这个骨号的 李英你来陪我 哎 别装哑巴呀 这件事情就怎么发生了 心知肚明的 好了好了 这件事 大家都有责任 没有让今天一个人配的道理 我看不如 齐思明 你到底是不是旗下人啊 你怎么总向着一个外人说话 齐思明 你想把我们齐家的败锅吗 我告诉你 这个钱你想赔就赔 齐家的一份影片你都不知道 奶奶 我 八一小时内必须尽到钱 别怪我们老板 心狠 不用乱你 你带去 姐姐 你忘了 胡说我这堆黑咖的 你忘了 你 你忘了 胡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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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兄 你们齐家 是不是 想把我们酒店当猴爽 不不不 张教理 他跟我们齐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行了 八小时内 必须尽到钱 我们走 齐千千 你是要害死我们西乡吗 我有钱 行了 你别装了 齐思明 我现在认了你 把你手机多想办法 也行 解决了 老人 你跟齐总有什么关系 明明是齐十姐的 你们齐家 真是个推卸责任 要不是齐思明 让你和我们一起吃饭 这些事能发生吗 归根接地吧 这事还得怪齐思明 现在已经这样了 不如 大家一起行点办法 明明五千万也不是个小说 齐老子 多样子 信你 你能办得到吗 我出去一趟 哎 干嘛 想跑吗 好的时间 现在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大家等一点吧 相信 凭他 他要是能解决我管他叫妈 哎 你这儿子我先收下了 他不会去找刘鹅鱼了吧 说不定的 这个小企丹 我对你们解决大 奶奶 你还真相信他能解决啊 你没听他之前说吗 他和刘鹅鱼只有一面之间 是真正变化都不一定能用 好了 把责任推给齐思明 现在不相信他们又是你 到底想干什么 齐思明 屁已经被那个企业古不新智了 你现在什么都能向着他 男子们大赵敢做敢搭 你现在不会逃你责任 把责任推给齐思明说怎么回事啊 担当 担当在五千万面前 狗屁都不是 齐思明 你要是不靠齐家能拿出五千万 你到时候给他呀 你 反正不管说什么 也不能让齐千千跑了 我不相信他有这个事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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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在解決不了 你也別逞強 這件事說到你 還是我們欺騙的德人 你放心 我不會讓你認真 齊思明 你還是不是齊家的人啊 你怎麼手逼著他說話呀 你老金水 反了反了反了 你嚇得你 你怎麼這麼討厭你啊 奶奶 你可得給我做主啊 季仙仙 還要給我等一下 齊世傑囂張跋扈蠻後不講理 你對他的負責主愛這塊的態度 季仙仙 聽到奶奶話了嗎 現在給我跪下 你走 哎 張經理 這時間還沒到呢 你再等著我啊 我不是來那嗎 那你這是 季小姐 這是我們老闆 透明的 面子單卡 有了這張卡 我是不是想給誰免單就免單 沒錯 那 今天這頓全部免單 好 好 你還不能等著啊 我能提醒你 憑什麼呀 所有人都免單 為什麼不給我免單 季小姐 我們老闆 還為貴賓在帝王包廂準備了豐富的節目 請 貴賓們 一步 齊總 還不帶著你奶奶和媽媽一起去錯錯熱鬧啊 哦 好 哎 你還不能等著 憑什麼呀 都是七家人 怎麼他們就可以享受地方包廂 我卻不行啊 你的倉備上得了 你給一下吧 三十萬 沒有 趕快一根電池八輪廠 來 給我帶著你好勝出 給我大 哎 你們 你們幹什麼 來 你們 啊啊 啊 啊啊 齊斯明 齊千千 你們所做的一切 我都會讓你們加倍奉還 喂 洛菲 不是讓你去教訓他們你們怎麼 別提了 我這次可是撞的槍口上了 齊斯明身邊那個保鏢季千千 連劉鱷魚都對他點頭怕腰 你自求多福了 不就是被認為和首富很熟嗎 有什麼了不起 妻子命 雞仙千 你們對我做的一切 都會讓你們還回來 哎 幫我準備點制服女人的東西 再幫我準備兩個人 我一定要讓那臭娘們付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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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氏集團這個項目你完成得非常出色 我們齊家可是如意中天啊 接下來啊 我們齊家就要成為全市的四大家族之一了 是啊 這可是我們齊家十無前六的成績啊 奶奶 媽 說起來也奇怪 自從千千給我當保鏢之後啊 咱們齊家好像越來越順了 就連王家也不斷地給我們送橄欖枝 哎 是啊 這千千的人脈 確實很好 只要他以後為我們齊家多做工家 我們不會虧待他的 首富是覺得齊總優秀 才能把這些項目交給 哎 和我沒說 自明啊 我們拿到這些項目啊 你以後可要認真點 千萬不能驕傲啊 我不會的奶奶 嗯 哎 詩潔呢 對 你說還是 怎麼不見 喂詩潔 餒櫃哥 哦這咱們上場非人碰瓶了 欸 張桑 巨蛋 什么辣子 gentleman 这人刚才打电话过来 也说不清楚什么事 可能出事了 出事那你快去看看嘛 哎呀 斯明 他可是你的堂兄弟啊 虽然平时你们两个人嘲嘲闹闹 争来争去的 他现在出事了 你们是兄弟 你应该去帮帮他呀 明白啊你们放心 我去看看一定会没事的 哎呀快点去 快去啊 猫一年 喂师姐 我到南万山场门口了 你在哪呢 哥 我在 你说杰哥 这个丫头 挺漂亮的 怎么 想玩啊 哼 舅 醒了 齐先生 你也有今天啊 看见没 到头来 不还是我的手下外相 听说姐 你炸我们 齐先生 今天你和齐斯敏 都是我暗门上的 就是让我陪你们好 所以 没逼 这都是被你们逼的 妖怪 你只能怪妻子你 你还真是江山一杆 本性难移啊 你会为你所做的一切 付出代价的 不失好的 你钱钱 死到临头了你还敢嘴 你说你为什么要一生于我呢 你为什么要把我往死路上逼呢 啊 哈哈 齐师姐 你就是个疯子 对 我就是疯 就因为你 我怕那高枝梁木雪也到来 王氏集团的合作 也被你们被抢了 我有无数次机会 可以把齐斯敏比下去 可以得到奶奶的认可 可就因为你这个贱人 我那一切 我什么都没有了 啊 齐师姐 明明是你自己心术不正 你却把问题都退到别人的身上 是你自己毁了你自己的人生 齐师姐 我齐师姐沦为现在这个鬼样子 都是因为你和齐斯敏所赐 不管我的人生毁灭 今天我都先毁了你 齐师姐 你这样做只会让你掉入更深的深渊 呵呵呵 哈哈 齐晴晴晴 差不了咱们鱼死亡 能死 愿意不让我好 我也不会让你又好日子过 这个 我们可以玩了没 你我都等不及 等一下 急什么急 要玩 你也得等我 行行行 那跟你先上 哎我随后哎我随后 你 长得还不错呀 哈哈 你坐着看 臭娘 挺带劲啊 一会我看你把你压在身上 看你还有没有这么狂 你别过来 你今生要是敢动我一下 我一定会让你后悔出生在这个世界上 齐晴晴 你也有今天 我看到你现在这份意思 我真的太开心了 哈哈 你先前 今天你跑不了了 那就让咱们好好玩 齐智杰我不会放过你的 世杰 世杰 你在干什么 齐子鸟 差点把你忘 但你醒的正是时候 这种好戏 怎么能缺了你这个观众 这世界 原来你一直在利用我 我帮你当兄弟 你帮我当什么 齐智明 你不是喜欢这娘了 今天 我就当着你的面 把她拿下 哈哈哈哈 住手 你别碰他 哈哈 哈哈 齐思明 来啊 踏我呀 哈哈 来了 世杰 没事吧 没事 恢复的差不多了 司明你没事吧 你没事 吴世杰 你 司明是你的亲兄弟 你竟然如此胆 我胆 我的人生都是被你们毁的 齐思明 为什么你什么都要和我抢 世杰 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才对 我拿你当亲兄弟 你为什么一而赞再而三的和我作对 哈哈 齐思明 从小到大了 什么好东西都是你 公司是你的 女人也是你的 我只能靠传国你是兵妖 和那方面不行才能严 可是呢 什么都不行的是我 为什么 为什么老天对我这么不公平 因为思明他善良正直 做人问心无愧 他所让我的一切都是他自己阴着 师姐 我从头到尾都没想跟你争个书役 是你一直把我当成假象的 我书役 我彻底输了 齐思明 哈哈哈哈 吴世杰 吴世杰三番两次的伤害思明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把他和他的打手 发配到非洲当苦力去 今生今世不得再踏入江城责步 带走 好 带走 希望这次 世杰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四明 你还好吗 没事 王总是你师弟 那你 四明 其实我不是要故意隐瞒你 是你一直不相信我说的话 其实首富王飞宇是我的同门师弟 所以他才不一直帮我 师姐 师姐夫 你们喜酒 可记得叫我 我一定报个大 就不打扰二位 打起码笑了 是你 前面 我记得你说过 十年前我就想你的时候 你认定这辈子是我 不知道我们结婚的时候 要给首客人买多二酒喝呢 每个工作 每个表情 到最后 一定会 依然爱你